我們台灣請問哪一個人照過潛艦 但是有一個人至少他 去看過人家照潛艦 照了兩條船 就是黃曙光 於是蔡英文來就認定說 黃曙光可以完成這個使命 就把他提升做海軍司令 從此開啟了中華民國 我們自己的潛艦國造的第一頁 他們跑了很多國家 日本去了 韓國去了 通通去了 通通找不到商員 最後怎麼辦呢 最後黃曙光一想 就想到說郭錫賣救難裝備的 看看他有沒有商員 於是就透過他哥哥來找我 找了我以後我說好 那我去試試看 其實我們公司那時候 賣的是救難裝備 於是我們就把所有的資金投入 投入幹什麼 去找商員 找到了英國